大家好,这是2019年12月1日,香港时间有两点多,香港时间是9月30日,晚上11点多,前两天就录了一节有关加拿大教育的制度,所以今天就录了第二节,就是由小学开始讲到大学, 等大家未接触过,或者对于加拿大的学校教育制度不是太了解的话,那我延伸说法告诉大家。 首先,因为我在这里教大学兼教,都教了11年,现在自己的小朋友也在这里读书,变成对于本地的制度比较了解。 还有十几年前,我还在本地,就自己扮这个施立的大专院校,但是后来移民的生意就太忙了,变成了专职只是做移民,没有做教育了。 但是对于教育来说,我自己对于教书来说,也是一个个人的兴趣。 上一集我讲到加拿大的小学,如果你是六岁到七岁,你就是读一年班,六到七岁。 然后接着来说,就一路上了,二年班,三年班。 读到多少年班呢?读到十二年班,就是小学中学读完。 读完十二年班之后,你就是读大学一年班。 大学一年班平均来说,一般大学是读四年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所以说,由小一读到中学毕业,就是十二年。 连续四年大学,就读了十六年。 举个例子,如果你由七岁开始读小一,你应该二十三岁,就是大学毕业。 如果你六岁读小一,你就应该二十二岁,是大学毕业。 加拿大基本上,大部分都会读大学。 差在,有些可能是读到一半不读。 但基本上,读大学的福利,政府也会帮助。 所以很大部分都会读。 也有小部分是会选择其他的院校,其他的所谓技术的学校。 我会看到。 这个就是加拿大教育,我也看到,可能看的人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不会太复杂,简单来说。 先讲小学。 小学平均来说,就是一至七。 一年班到七年班,就是小学。 读完七年班之后,你就会升到中学。 中学就是八到十二。 大家记住,一到七,然后八到十二。 好了,升中学的时候,你会转校。 转校的时候,就像香港那样,由小学转中学。 你同学都会更换,也不一定。 如果你在同学区来读,很多时候小学的同学会跟你一起。 去同学中学。 你那个Peers Group,就是小时候认识的朋友, 一直会陪着你长大。 这个是比较好的。 所以为何家长会选校区? 就是因为,他顺便帮小朋友选择他的朋友。 希望他们物以类罪。 而且你比较了解,如果他的同学, 都是你的邻居,附近住的朋友, 你就会不会太担心。 至少知道他是什么人。 小一至小七,实际上,主要是教什么呢? 加拿大的教育呢? 小学主要是教语文。 评音,读书,特别在reading 方面, 是很着重的。 即是说你要他小一小二, 小三就已经开始, 什么英文书都识题了。 小三。 这个在语文基础上面, 是打得很好的。 小学。 然后就是初级的数学。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打理基础。 好了,然后其他是什么? 其他就是启发你个人的兴趣。 启发你个人兴趣。 鼓励你多去玩, 多参加这个学校的活动。 多参加学校的association, 还有在上学的时候, 就会经常带学生的老师, 带学生去fuel trip。 fuel trip 即是去外面,去参观。 附近有老人院,就去老人院参观。 附近有博物馆,就博物馆。 过时过节,就带他下田。 如果是Halloween的日子, 带他下田,就摘下南瓜。 如果是圣诞节, 可能带他去附近的老人院, 带他下誓声诗给老人家。 这些都是一般小学的教育。 放学的时候, 在学校多数会有一些 club,或者association, 即是让他们可以在校报名。 学画画, 学这个sculture, 即是做那些挑割。 学画油画, 有些会学中国画, 但油画比较多, 因为是西方社会。 学足企,西方象企。 在校园, 音乐, 有些学校会有音乐老师, 就来到学校那里教。 各式其式, 在小一到小七, 主要是培养小童子 各方面的兴趣。 还有,在小学阶段, 加拿大家长, 还有一个文化。 文化就是, 会带小朋友, 星期六, 去学游泳。 由第一班, 第一级开始, 一年升两级, 大概六年到七年, 就升到十级, 十二级, 学完为止。 最后有些, 甚至乎学到够生, 足够生元为止。 所以呢, 今天带小朋友, 基本上, 扔过下水, 就是, 小五, 小七那些, 扔过下水, 每个都会游泳, 大部分, 八九成。 起码, 除非他真的, 家长不肯让他学。 除了游泳之外, 小学的时候, 还是会, 基本上有一个风气, 培养他们一种到两种的音乐。 有些学钢琴, 有些学小弟琴, 有些学色士风, 这些是加拿大本土的文化。 本土文化。 让他们有一种音乐的培养。 其实回想起, 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香港, 我最后讲的, 我去到, 官堂官立工业中学, 是中一到中五的时候, 中一到中四, 中五就这样会考。 那四年, 才有接触这些东西。 之前小学, 哪有的呢? 就是, 上学, 放学, 踢球, 虽然我读持有, 小学, 可能我又, 可能那时背, 妈妈又不懂字, 又不懂得带我去学, 也不顶, 或者校友我也不知道。 反而, 就来到这里, 小一到小七, 就是我以前在中学学的东西。 现在, 这些小朋友提早了, 成五六年, 就可以去接触这些东西。 小朋友是挺幸福的。 好了, 到了小学毕业那一年, 多数是这样的, 这些学校的文化。 很多时候, 在毕业那一年, 就会看, 有时候会带小朋友, 有连续六日, 就等他们报一个, 叫做滑雪的班。 等他们在小学毕业之前, 要么就会滑雪, 要么就会这个什么呢? 流冰, 一样。 等他们, 除了读书之余, 他们还在一个sport, 一个运动上, 有所专长。 我又记得, 我自己的小朋友, 在小学毕业之前, 小学毕业之前, 我跟他滑雪, 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 但是到他, 小学毕业那星期, 每天, 学校都要他们去雪山, 学滑雪, 学足一个星期。 那个星期里, 我都陪他们去的, 但是我们的, 老人家, 当然是慢了。 那几天, 他们进步得很快。 在山上, 他有分日, 有分初级的斜坡, 中级的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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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斜坡。 高级的斜坡, 就是那些, 我们看奥运的那些, 哇, 飞来飞去的那些, 高山上的那些。 我们更加不敢去, 分钟跌死。 我发觉, 你几天之后, 已经可以在中级斜坡, 自由进出, 很厉害。 我记得, 他未上滑雪, 滑雪班之前, 即是一两年, 我带他滑雪, 他也是很, 很怯, 基本上是吵着, 雪地慢慢, 用屁股坐着。 但是, 一参加完滑雪班, 就很厉害了。 这个就是小学, 刚才说的, 小学。 上中学又如何呢? 中学是第八班。 中学的时候呢, 中学的时候呢, 就是学术的, 学术的学科方面, 训练多了很多, 这是真的。 但是呢, 在数学上面呢, 都仍是弱于香港的。 但其他呢, 他们的理科啊, 各样东西呢, 他都有得给你选择。 还有, 这里很着重做一些实验。 所以呢, 这里的中学呢, 是比较活很多。 绝对没有人叫你死背书, 死读书。 而他着重一样东西呢, 就是, 其实小学已经开始了, 就是要一些同学呢, 做group project, 就是一个小组, 三四个人呢, 一起去做功课。 那么你一定要学会团体, 就是说, 两三个人, 大家合作去做一样东西。 这个呢, 在中国的社会, 或者香港社会呢, 都是比较落后的, 比较慢。 就是说, 中国人一个人自己做事, 很厉害的。 中国人叫你两三个一起合作, 他就不知如何合作。 这个呢, 西方社会, 不是西方社会呢, 就是要教, 是要强化这种东西。 大家一定要团队精神。 ok?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在这个中学呢, 即是第八班开始呢, 他经常做group project, 互相帮助, 这样。 大学, 大学更加, 我自己教大学, 教了十几年。 我一定要学生, 两三个一组, 基本上, 很多功课都是group, 一起做, 一定要一起做。 所以, 他们慢慢都要自己开会, 等等。 读四年大, 开足四年。 所以, 到他出来做事, 他就会很习惯。 所以, 你会发觉, 为什么西方社会的人, 团体精神这么厉害? 而且, 他们能够, 一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到一个生产力, 可以去到很快。 大家也记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如果你有看书, 就知道, 美国, 其实很多战兰, 刚被偷习, 珍珠港, 日本偷习他的时候, 是打沉了很多战兰。 他就是因为团队精神够厉害, 很短的时间内, 日本也想不到他这么快, 就是如何集体生产了很多的战兰, 和航空母船, 然后将航空母船收复, 然后重新出发, 所以才能赢到中途岛的战役, 以及将太平洋的海战, 控制回来。 就是美国人, 他们的团队精神都很厉害, 日本也很厉害, 但美国人更厉害, 所以不能低估外国人的团队精神。 在共产主义下, 大家不要想, 共产主义就没有这种精神。 他一定要你填鸭色, 然后说, 阿爷说要你什么, 学什么就什么, 否则的话, 不会鼓励你自己去创造。 你看中国的科技, IT, chips, 全部都抄人多, 自己创造的基本上很少。 好了, 不要讲中国了, 讲讲阿比哥恒, 等一下可能是, 立刻被人下了个名单就不好了, 我觉得是实话实说而已, 作为教育工作者, 有报导,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好了, 再讲到中学上的学什么, 到第十班, 十一班, 和十二班, 我叫高中, 大家可以理解, 高中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加拿大的制度, 就是用你高中的校内成绩, 来到因别理, 入哪间大学。 所以你一读第十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计计那个学校校内成绩, 来到因别理去上大学。 到十一班的时候, 就来毕业, 就要填补你想補哪间学校。 所以很多的名校大学, 基本上在你读完十班和十一班, 你一入十二班的上学期, 他就已经是因选了你, 就是说, 我要这个学生, 我要这个学生, 在大学全部选择, 就是用校内成绩。 所以大家要理解, 就是小朋友读十班和十一班的时候, 校内的成绩, 每一次的功课, 考试都要非常重要。 我们不是, 不像亚洲那样, 只考一个公开试, 公开试你可以作弊做什么都可以, 你只是公开试一次赢, 算数, 不是, 这里要你十班、十一班, 每一次的功课, 下位成绩都计, 然后进大学。 好了, 大学在十班和十一班的成绩, 收了第一轮的学生, 还会留一点位置, 留什么位置呢? 被十一班和十一班读完, 但是成绩又不是那么好, 大学又不想收他, 那些学生, 就麻烦你读完十二班, 然后十二班的时候, 考毕业试。 考毕业试的时候, 如果是已经收了的, 比较好的学生, 你那个毕业试, PASS, 就搞定, OK? 但是如果你是未被录取的, 即未有大学修理的, 那你的毕业试就要做得好很多, 因为那个毕业试, 就用你是第二轮, 大学第二轮, 收生用, OK?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不明白, 就以为, 咦? 是不是一个联校, 就决定了去哪间大学呢? 当然不是啦, 十一班的校内成绩, 已经决定了去哪间学校, 选择那些, 才是在看这个毕业语的考试。 好了, 基本上如果你想去读大学, 我们有大学, 又有大专, 又有两年的, 两年的, 两年的, 学科的大专院校, 也有些是技术的学校, 那这些就是百花齐方了, 和香港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来说, 就释除专辩, 那也都我试过教过一个大学生, 我问, 在这个大专院校, 我教过大一, 大二, 没有大三, 大四的, 他很漂亮, 我问他, 这个A加student很厉害的, 我问, 为什么你不直接就进了UBC, 你来到这个大专院校, 读大一, 大二呢? 因为你的成绩是很好的, 你可以随时进入UBC, 进入这个名校。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因为在大专院校, 学费便宜一半, 便宜一半, 去到大学那里, 贵一倍, 因为大学生大部分, 特别西方人, 是自己, 自给自足, 甚至是帮问政府, 拿这个学生贷款, 他又不想欠政府那么多钱, 他就说, 我先在大专院校读两年, 一学一样, 然后再转到UBC, 读大三大四, 我省很多学费, 我听, 我真的会想, 这个跟阿周不同, 阿周打算入名校, 入名校, 其实本地的学生不是这么想, 本地的学生就是说, 我进了学校读书, 就是为了学东西, 他在学校给了很多东西, 我就去, 不会因为你的名气, 你的理解, 但是, 我也偶然, 插一插一个话题, 邓哥华的UBC, 原来排名全世界, 是25, 26, 即是排名30名, 全世界, 过千, 几千间大学里面, 在排30名以内, 很厉害, 当然, 里面当然有, 哈佛, Stanford, 那些, 那些, 本地也有一间大学, 叫做西门菲萨大学, 它排成300到400, 即是千间大学, 所以我们叫做本地大学, 西门菲萨大学, 就是加拿大的大学, UBC就是世界上升级的大学, 多伦多大学, Ut, 即是世界上升级的大学, 都是全世界排名, 这个几十名以内, 那大学的排名, 是否重要呢? 真正来说, 读书来说, 有理有弊, 如果入入名校的话, 你会辛苦很多, 所以, 真的要看自己, 自己如果不想那么大压力, 不如去回中等的, 在国陆毕业, 即是零为鸡口前面, 莫作牛后, 意思就是, 你不要站在一只牛后面, 一分钟被他一脚, 咬死你, 但你如果是鸡的前面, 你可以戴上鸡口, 有满足感大一点, 这样的意思, 好了, 刚才说到, 8-12班就是中学, 到完中学, 就升大学, 好了, 在大学的时间里面, 平均读的科目, 我们一般以学期制, 即是 semester 的学校为主, 一年是三个学期, 就是九至十二月一个学期, 一到四月一个学期, 五到八月一个学期, 平均就是四个月一个学期, 一年三个学期, 大学期望你一年读两个学期, 深华, 暑假, 你可以自由活动, 放假, 还有很多大学, 就是收学分制度, 收学分制度, 即是一个学期, 平均读五科, 两个学期, 一年读到十科, 四年来读到四十科, 就这样毕业, 有些也计算学分, 平均来说, 一个学科就是三个学分, 一个学期读十科, 即是三十个学分, 一个学期读五科, 每科三个学分, 一个学期就是十五个学分, 一年两个学期, 就得到三十个学分, 四年来就是一百二十个学分, 就毕业, 这个就是一般大部分的学校的计算学分方法, 你读完一百二十个学分, 就毕业了, 四十科, 有时候, 有些人喜欢读多一点, 读少一点就不行, 可以读多一点, 也有时候, 每一科都三个学分, 也未必的, 有些学科比较简单些, 他就给一个学分, 你要读完三个学分, 才算是一科的, 有些什么叫一个学分, 譬如说, 你学打羽毛球, 这些体育科, 就给一个学分, 就是象征式, 也有些学科, 他就不是三个学分, 一上就已经四个学分, 为什么呢? 他本来多一个学分, 因为他要上实习, 电脑科很多都是四个学分, 三个学分就是上读, 另一个学分就是给你电脑实习, 这个学分在加拿大读大学, 也有意义的, 其实, 一科, 如果是三个学分的话, 平均来说, 每个星期平均, 至少要上三个小时, 但实际上, 他将三个小时, 拆成什么呢? 拆成每一折, 就是四十五分钟到五十分钟, 就变成四折货, 平均就是三个小时, 三个credit hours, 就是上四折货, 所以, 如果一科是三个学分, 你就预计了一个星期, 就上四折货, 有时候将四折货, group 成第一折和第二折, 即是 double hours, 第三和第四折, 即是星期二上两折, 星期四上两折, 都可以的, 所以说, 是用这种方法, 有时候将四折货, 分成一二三四, 每一天就上五十分钟, 那又可以, 有时候是二上两折, 四上两折, 又可以, 所以说, 用credit hours, 就控制你每一科, 要上多少个小时, 如果你是四个credit hours, 你理解了, 其实就是上四折货, 每次四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平均五十分钟, 另外, 有一个hour多了, 就是实习, 做lab, 那个lab, 说一个小时, 实际上, 就有少少稳定, 对学生来说, 上三个小时, 一个是hour, 平常应该上一个小时, 上实验课的时候, 就要上三个小时, 所以读四个credit hours, 自己学生要扔出去的时间, 是多了的, 好了, 读这些大学的学科的时候, 你就是大一大二, 基本都是未正式去选到, 就是去进入你的学科学系, 比如说, 你打算是读土木工程, 电机工程, 或者是金工, 或者mechanical engineering, 那就是大一大二, 读的科目都差不多, 是大三大四才分的, 大三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就是读主修科为主, 因为土木工程就读土木工程, 计算机不读计算机, 工商管理不读工商管理的科目, 大一就越是没什么分, 大一基本上叫 general urisque requirement, 就是普通大学的课证, 基本上你什么学系的人, 都是读那些科, 所以大学一年班, 上课的时候, 就一个班的时候, 百多二百人, 三百人, 因为全家大学的学生, 都是读那些科, 每一班有很多人, 文科、理科, 什么都在里面, 所以大一的时候, 很有机会接触到, 不同院系的学生, 到大二就收窄一点, 大二就是, 工商管理的, 读多一些工商管理相关的 subject, 如果是读science的理科, 可能读多一些数学, 或者是逻辑相关的科目, 变成一班就会小一点, 一时我大三大四, 很多时候每一班, 只有三十人, 四十人, 因为讲师兄的主修科, 这个是大一到大四, 读完大四, 学分读完就毕业了, 有些大学是放宽的, 可以给你一个学期读很多个学分, 有些大学是不给你放宽你, 限死你一个学期, 最多是读多少科, 据小弟所知, 基本上大学就是, 他不会限你读多少科, 只不过你登记, 每个学期用电脑去登记的时候, 你未必可以报到那么多科, 因为很多人读的, 加上电脑可以限制, 你读到六科都很多, 根本不会给你报那么多, 你报得太多, 怕你读不行, 有多少小弟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赶着毕业, 加上家境又比较穷, 所以人家读五科, 我一个学期读十科, 11科左右, 然后人家读四年毕业, 实际上我读了四个学期两年, 没有读暑假, 我就毕业了, 因为没有钱, 所以读得快一点, 好了, 这个就是讲大学, 大学读完之后, 还有讲大学的学科, 也有些意思, 大一的时候, 学科一般是一字头, 101, 102, 103, 110, 一字头就是大一的课程, 二字头的课程, 多数是二字头, 即是二百, 二千, 就是二字头, 多数每家的学校都用这种方法, 你看着学科的数码, 每个科的数码, 你看到数码就知道, 它是大学几年班的学科, 三字头就是大学三年班, 四字头就是大学四年班, 五字头就是石士班, 六字头就是博士班, 所以看个数码, 你自然知道, 那个人在读哪个level, 到完大学四年班, 那你就毕业了, 毕业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各自出去工作, 有一些major主修, 比较特别一点, 他会读五年的, 他会读五年的, 这些不多, 有些人更甚, 他读得更多, 有些医科, 就读得更多些, 好了, 平均一本大学读四年, 那你如果想继续深操, 再读下去, 那个叫石士, 叫master, 那master, 正常来说, 就是三十个学分, 即是怎样呢, 即是十科, 正常来说, 好像MBA, 工商管理石士, 十科, 十科你可不可以, 一个学期五科, 两个学期毕业呢, 很辛苦, 因为那些科目五字头, 是比重, 是很重的, 因为做很多project, 所以正常的人, 一般是读三科到四科一个学期, 就算十科都要读至少三个学期, 这个就是, 所以读碩士平均, 一般是预年半到两年, 年半到两年时间, 不算暑假, 不算暑假, 就可以读完一个碩士, 叫master, ok, 读完一个master之后, 碩士之后, 可以读博士, 博士不限你时间, 有些固定的学科要你读, 但你读完固定的学科, 可能三十个学分, 或者四十个学分, 读完之后, 你要怎样呢, 你就要做一个Dissertation, 即是做一份paper, 有些人叫paper, 实际上是一个论文,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就是, 你会有一个导师, 即是博士的导师带着你, 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就不是你控制的, 是什么呢, 是你那个博士论文, 可以被, 譬如在美国读, 就被美国的大众社会所接受, 而你是可以将你的博士论文, 是刊登在美国社会里面, 同等的科技雜誌, 医学的就是医学雜誌, 经济就是经济雜誌, 可以被刊登的, 这样才能过到这一关, 这个很重要, 然后才再过什么呢, 那个叫order exam, 即是几个教授, 再考你, 考你博士论文里面的内容, 再加上, 当然读书的时候, 那些学分每一科, 你都要, 起码是B或以上, 不是C不是D, 大学呢, 那个C都毕业了, 读碩士博士一定是B或以上, 如果不是要重读的, 基本上, 所以读上去越艰难, 结果来说, 很多教授, 读完博士就去做教授, 做生意的大部分就是半途出家的, 好像做, 读完大学就去做生意, 好像Bill基也好, 或者是Facebook的老板, 他们基本上都是半途出家, 因为, 真的做生意呢, 你分很多心, 你不能专注去做学术研究, 所以能够做学术研究的是要很专心, 这个就概括了这个美加的大学制度, 那好了, 如果你想将来在加拿大, 或在美国教书, 那又如何呢? 你要有个博士学位, 就可以教石士, 教大学, 或者博士学位, 你只有一个石士学位, 就可以教这个大一, 大二, 大三都未必被你教, 不欢迎, 石士学位, 那如果你要教这个中学, 你就是读完一个大学本科之后, 还要去读多一个教育相关文憑, 然后如何呢? 加拿大就比较特别一点, 加拿大就有个中学和小学是有工会的, 是教师工会, 还要考他们的教师工会的史, 和参与教师工会成为工会的会员, 才由他们呢, 可以批准你呢, 进去这个中学和小学里面, 才做这个是实习的老师开始, 所以都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 而反而呢, 我就直接教大专, 大专就可以跳过了工会, 只要是在石士学位, 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工会, 直接教大专院校, 这就是整个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读完书出来找工, 找工一回事, 找工一般很艰难, 在哪里都一样, 是讲真材实料, 所以很多时候呢, 读书的呢, 就会读完一个本科, 找不到好的工, 回去再读第二个本科, 形成了加拿大的人, 或者美国, 有很多时候呢, 都有两个学位, 三个学位, 以上的, 就是因为呢, 时间很多, 变成了夜生活又不多, 玩的东西呢, 除了sport 运动之外呢, 变成了读书的时间比较多些, 咳咳咳咳, 也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呢, 学术研究呢, 美加, 对美国, 就特别厉害了, 因为在百无了赖的情况下, 就是经常做学术研究, 有一个例子, 小弟读书的时候, 那间叫做华盛顿州立大学, 其实美国排名都是300到400, 即是跟本地的大学差不多, 它又不是名牌, 是中等学校, 因为美国成千间学校, 华盛顿州立大学, 它是一个小镇, 小镇只有2万人, 学生都接, 当时学生住了18000, 什么18000人, 2000就是小镇的居民, 这样的环境下, 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娱乐, 当年好像连麦当劳都没有, 我去的时候, 变成来说, 就是专注读书, 没有什么要搞, 所以, 在计算机也好, 在很多方面, 在这些大学里面, 他们有很多科研研究, 很多同学, 在卖手研究, Intel的chips, 或者是HP, 那些智能系统, 都是在大学里面, 在比较有空的情况下, 可以专注读书, 这个就是美佳的学校, 刚才讲一讲, 就是从上一集, 就是从两岁开始, 一直讲到小学, 今集就是由小学, 一直讲到博士都讲完了, 这个是一个Introduction, 即是很笼统地介绍了, 加拿大的教育制度是如何, 大家如果会问, 哪一个阶段是最难读的, 相对于香港, 我可以告诉大家, 跟香港刚刚相反, 香港最难读就是会考, 会考, 会考我觉得是很辛苦的, 我也是在香港考完会考, 读了预科, 才在美国读书, 香港读预科和会考都是超级辛苦, 因为考过校外试, 读大学, 我没有在香港读大学, 听我的同学说, 香港读大学会比较舒服, 听台湾的同学说, 他们在台湾读University, 叫做有理玩四年, 国语说, 有理玩四年, 我都国语不是标准, 叫做University, 可想而知, 香港和台湾读大学, 都比较轻松愉快, 而且很多时候, 很多因缘都在大学创造, 我没有在加拿大读大学, 我在美国读大学, 美国读大学, 辛苦两个字, 是比我们读余科和会考更辛苦, 其实美国读大学, 竞争又大, 而且功课也很繁重, 而且哪里可以玩呢, 所以很均真, 而且很认真, 还有在大学城里, 一般是围买一个大学城, 住在里面, 吃在里面, 发觉见, 状口状面的都是博士, 都是教授, 你这个芝麻绿豆大学生, 最低微是你的, 最不懂的就是你的, 所以变成来说, 在美国读大学, 自动就会学到很慷慕, 慷慕就是谦虚, 因为你实际上发觉自己是什么都不是, 都不错的, 但相反来说, 亚洲, 特别在我们的年代, 如果在香港, 即80年代, 如果在香港读大学, 你不能处住一个香港U, 中文大学的袋, 处住去逛街, 你会觉得飘飘然的感觉, 我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不是在香港读, 我之后, 我体会到我的同学, 或者体会到这些朋友, 我发觉, 他很厉害, 小时候觉得他, 揹着香港U的大学, 很厉害, 这个师兄, 我很想去学他们, 但当自己去到大学的时候, 就发觉, 哇, 每个人都比你厉害很多, 所以第一件事, 你会怎样呢? 你不会理自己的衣着, 因为, 本身已经是一个小鸡蛋,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会衣着打扮很随便, 为什么呢? 还说, 你会很卑微, 觉得自己就是最低级的, 慢慢打上去, 慢慢打滚, 别人的导演博士, 那些师兄, 每个人都这么聪明, 都还是这么谦虚, 例如, 你这个大一大二的学生, 你想什么, 要不要杨威起走到一边, ok? 所以, 去外国读书, 就会有这些好处, 等你可以, 那些子高气阳, 马上同时被人铲了一半, ok? 有时候, 我都不太明白, 在中国去的留学生, 就是说,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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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可能他读, 其实不是正式的大学, 那如果你真的要读一些野鸡大学, 或者读一些很私立的, 那些, 那些根本不用读书, 给钱就是拿学分的, 那些不是政府学校, 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公立的学校, 更加未必是被承认的大学, 那是另作别论,ok? 所以, 报读学校, 大家要小心, 千万不要报了一些, 就不拉家的, 没有不好的学校, 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所以, 在11月30日, 我回来讲移民的时候, 就是移民和教育一起讲, 即是说, 加拿大的移民, 亦都讲了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主要呢, 又会告诉大家, 你选大学, 就会选哪些学校呢? 是怎样选法呢? 还有你的study plan, 这个教学的计划, 你读书的计划应该是怎样? 铺排, 为了未来, 你应该是找工作, 你应该是哪些工作比较容易找呢? 读什么课比较容易适合你自己呢? 是怎样去选择呢? 还有遇到你读书的压力, 应该是怎样呢? 都很欢迎大家到时来旁听的时候, 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interactive, 我就想不到很多问题, 因为我没有什么问题, 自己会不会觉得有问题的, 但当学生有听众, 他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马上告诉他, 我在温哥华中文电台, 做这个客席主持, 解答一个教育, 加拿大教育问题和移民问题, 做了七年, 是2000年做到2007年, 所以习惯了解答问题, 面对问题, 你叫我提问, 我就没有什么问, 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 若参加11月30日的讲座, 尼连都是在铜锣湾的余芯酒店, 报名就是2337072 at gmail.com 2337072 at gmail.com 其实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电话, 前面加个area code 604, 604 2337072, 就是我们公司的电话, 我们的电邮就是2337072 at gmail.com 让大家早点去预留你的位置, 我们会因应人数, 然后再预计场地大一点的地方, 暂时那个地方不会很大, 看看大家报名的人数如何, 好像我听网上赵博说, 每次他扮演台湾移民港, 就会超过200人, 我说, 这么多啊,200人, 我上次刚刚扮演完这个, 都是只有69-70个人, 可以见, 小弟真的不太懂得做推广和宣传, but anyway, 有几十人来听都不错的了, 大家分享一下, OK, 200个台湾的potential的人, 想去台湾, 而台湾的资格, 要求又这么高, 不妨可以多考虑加拿大, 所以深受的, 我说台湾和加拿大, 两个都说, 再谈谈教育方面的系统, 还有, 未来就是说真的, 没有小孩子移民来做什么呢, 或者是, 很多时候都是为小朋友, 另外一方面, 如果为自己的, 你未必就, 大学好不好就不要紧了, 但生活好不好呢, 够不够自由度高呢, 有多不多同声同气的人呢, 这些就不用, Eric就不用介绍了, 自己懂得选择了, OK, 就是多讲一些选择, 我最不熟的就是欧洲, 所以欧洲就不会讲了, 我就是讲台湾和加拿大, 两个, 足够了, 我希望大家多多来听, 11月30日, 再见